3月3日自从印尼加入战团网上发生的热度指数又飙升 甚至小弟也无故上榜,只是小事一质 我也是认同印尼说的,但我里面也给了不少意见,但不合听我就剪掉它 我做了我要做的事,我认为哪些不合听我就剪掉了 我反而感谢他帮我赠了流量,但不能赠很多 我看回首尋的比例都是多了几% 几%是很少的,但我没有什么,我不管很多 等于基哥今次都说我不回应他,为什么回应印尼 不过我没想过印尼会加入战团 另外他今次很厉害了,穿两件名牌子 不是Prada,是Prada,Prada,Prada,Prada 还有GG为E 但不要啊,基哥你可能不知道GG是什么意思 网上查一查一下,实际是Good Game 但后来慢慢慢慢,为什么会用呢? 因为赢的那方便会打Good Game 即是对面输了,通常就说GG了 即是死了,所以不老例的,GG不老例的 不过霸蒙禁忌 他就说那些记者是问,欸,喂,基哥 欣尼也出声啊,说你扮猪吃老虎吗? 不不不 他说,随便吧 网络的世界,任何人都会任意说的 我不会回应他 会不会反驳他,不会啊,不反驳 任由他,每个人有自己的发言权 现在每个人一想到什么就在网上发表 理得这么多了 以前我都会激气的 但现在不会了 现在不理那么多了,不认了 会不会私下联络阿欣尼啊? 都不会啦 他说这样 随便他,不介意 他不会就有他不会 然后还说了个精警句 我和他认识了几十年了 不过几十年没见 但如果他认识了几十年 到现在才知道我扮猪吃老虎? 那他也有点失败啊 然后又说笑地说 我就不知 我只会扮猪 我由头到尾是一只猪 现在跟他说 也不怕 我没有吃过老虎 我扮猪就会扮猪 扮猪也对 因为欣尼都说他扮猪 扮猪博同情 又派了些花生出来 昨天好像我第一个转载欣尼那段 因为我看到声道 有时候 有时候A第一个报 有时候B第一个报 你刚刚哪个有空 刚刚那一刹那看到就做到片 那个报先 没什么特别 那你现在就看看 你打利用基因尼 一堆人跟着报 我刚刚在前面 其实以前中国好声音 都报很多 因尼转载的东西 我们有直说 其实说真的 李隆基再三强调 那个酒楼开show 其实一早谈好 因为欣尼也很容易 这方面也有攻击他的 就说 乘机是开show 密密 开电影 拍戏 找TVB 因尼暗串他 那么多闹闹事 还有时间演出 也要找到 说真的 李隆基说 这件事在风波前 已经谈好了 签了约收了订金 钱我收了 怎么推 承认这件事的确增加了知名度 算是幸运 但是事情一发生了 老板就聪明了 立刻把它改成演唱会 不过其实也是一个酒楼show 我一直都做这些 加价至五千多元一围 我之前也说四千都占不到什么 那时候也胆粗粗做 现在五千多 五千五吧 五三八零 你当做 每围托多一三八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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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那里开二十围 那他开多一场 那里只是这个差价都赚了 那里只是这个差价都赚了 他的食物也是那些 即时爆了 然后问24日可不可以 他说现在都爆了 希望二十二二再开 其实有机会加开四场 因为本身性价比底 如果四千元底 如果五千多 不过以他老哥的知名度 很多人都想现场看他唱歌 喝啤酒 通常这些一围包 这些很好市场 现在转型做这些包场更好 不过他说 加价加价 加价还加价 不关我事 我只是收歌筹 即是收歌唱歌筹奴 他赚多少 我下不了袋 事件前后又没有加价 不过现在加了也不关我事 还有大家因为这样 而联系了两件事 变成一件事 也没办法 我就不解释了 他说 越解就等于越染色 我自己是喜欢唱歌 不要继续唱的 不管网民那么多 我都化了 他说还管这些 好的 上一课 你当你去到八十多 都中心脏力健 都还有十年玩的 继续可以享乐人间 调整我的心理是好的 有时候老人家 怎样去面对自己的晚年 都是一个课题 想的时候可以加点良心 他说什么呢 现在不介意网民如何想 不过就是奉劝 你怎么想还是怎么想 都加点良心 想想想 也就是说出歌和表演 都是早前的规划来的 不是在短期内做得到 就再次强调这些东西 再次强调这些东西 另外就是他 这个大滥女承教所 他来了很多次 应该是第十二日 今次就 穿了一件GG 和PDD 即是PDADA PDADA 原来他之前有队波鞋 可能也是这队PDADA 又是Prada的三角 揮枪款式 原来你近看一点 我也怕看错 应该是PDADA 厉害了 和你PDADA 大家怎么看 今集差不多到这里 没有太多内容 但挺搞笑的 又多了些花生 派下派下派下 然后今天3月3日 有一个黄大仙 我看到有些评论台 都挺有心 出了去 但我睁眼看一看 好像还没开掃 他就录了一条片 前期黄大仙那些花碎 有些小食当 手作仔 那些都是在那头 不知道 如果现在就不会特意出去 如果你出开去 多谢你收听这条片 报一下料 看看他唱成什么 那些传媒应该今天挺忙 先在大栏探完基哥 转头就一起共出去 但是海报是见到有他的 他会不会缺席就不知道 这些大家自行承担风险 海报是有他的样子 但是最终会不会出席就不知道 有趣 他也继续不介意你们笑 真是林作所说 流量之王 竟然敢死 你越笑我穿冒牌放 我越穿给你看 有一个教科书式 经典示范 就是如何获取流量 就是越不怕人说 越不怕人笑 你就越成功 当然这些小测试 我经常说 真的不怕人笑 笑就当你震流量 真的 你不要闯一些离天大祸 我没事 其实他这一招 不过也有危有机 不是他衰 王青霞衰 王青霞衰了进去 他在外面 继续把这件事 一路转化不同的价值 例如 有危有机 你说我穿冒牌吗 我不是只有一件 我几十万件 我每件都没有牌 继续没完没了 可以自由地讨论他 他也不介意大家 怎样看 似乎 因为如果他介意 他不会穿两件 这次真是厉害 真是佩服 佩服基格 又为大地带来花生 今集来到先 真的讲笑地讲 有几集我讲笑 我说我做发起人 联络了有份报告你的 夹钱请你吃餐狗大鬼 真是 讲笑地讲 真是感谢基格 这些花生的派发 今集来到先 有什么想法呢 在下面留言